7月6号凌晨歌手李戴默连发数条微博称在餐厅遭到流氓的两次肢体攻击和语言侮辱 并感叹周遭看客的冷漠和自我的渺小 人的冷漠让我真的害怕 就餐的客人没有义务为我做什么 但当流氓两次对我进行肢体跟语言侮辱的时候 周围包括服务员在内没有任何一个人出来阻拦 甚至四周响起了咔嚓咔嚓的相机声 警察赶来以后没有摄像头变成了摄像头坏了 事后安慰我的客人偷偷的跑了 骂完动手完的流氓大摇大摆的走出店门 变成了没有结账就跑了 我还能说什么 谦卑的谢谢对方给我个吃饭的时间 换来的是破口大骂 侮辱跟肢体攻击 这个时候突然觉得自己很渺小很渺小 值得一提的是李戴默并未提及发生冲突的原因 联系其工作人员也无人接听 但据其微博可推测对方说了些难听的话 吴莫愁在凌晨转发李戴默的微博力挺好友 反讽围观者的冷漠 不冷漠四周响起了咔嚓咔嚓的相机声 此消息爆出后 不少网友微博留言支持李戴默 支持攻击者是人渣 佩服李戴默的忍耐度 并感叹这是名人效应的负能量 嘱咐其以后出门多带两名男性助理 不过联想到李戴默一直不觉于耳的同性传闻 也有网友猜测其受到攻击或与此有关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